蔡依林和景榮陷入热恋第76天 两人到了一天没见面就相思无限的地步 昨晚酒令练完舞蹈竟然少见的和助理要了车钥匙 然后自己坐上了驾驶座 为的是迫不及待驾车回住所 赶着与情郎景榮甜蜜相会 酒令为了会情郎使劲浑身解数防媒体偷拍 不惜倾驾爱的租赁车 原来这车是助理为搬家租来的工具 竟然被天后借来当成爱的租赁车 接着天后使出甩跟拍的伎俩 以及娱乐特别综合了天后爱打牌的嗜好 替她分解了爱的麻将三步骤 让人体会天后打死都要爱的决心 首先酒令驾车返回住处 下停车场后一分钟又再次开出 绕住驾一圈只为了查看四周有无记者驻守 接着爱的租赁车二次从车道开出 这时驾驶换成了酒令的助理Apple 酒令则蹲滴躲在后座 车子一路急速开往男友 景容位在光复北路的住处 酒令更在街边苦等 15分钟后酒令期盼的这一刻到来 男友景容反戴棒球帽 拎着一把伞像极了阿三哥在对街出现 景容等红灯的模样看似心急 绿灯还没亮就急着钻进后车门 此时头戴法戴的酒令才坐直情话连篇 说到兴奋处景容甚至开始匕首画脚 酒令辛苦使出连环招 打死都要与热恋中的男友碰面温存 毅力果真如席 最后VJ共乘的这台爱的租赁车 在十点半回到酒令住处 一直到凌晨两点多都不见景容离去 一电视张艺展黄博迪 王慧伦采访报导 哎哟 哎哟 这么快就令节新欢 应该很快就分了吧 除了